这盘起将解是八卦阵 这是五阳碑的第一轮 红方是汪洋 黑方是寻川 开局是中炮 对屏风马真行 黑方两头蛇 红方呢把狙赶走 这里呢 他走出了巡河炮 红方正常出狙 准备呢 进狙 这里是有一个吃马的手段 那么这儿如果你上马 他就冰过去了 所以呢 黑方就先行看住 红方这个时候选择退窝心马 他是一个拆中炮 移行换位的好奇 想要针对对方三路线做文章 黑方就上马 红方也就牵住 黑方这时候走了一步马 七星六 一个人大 一般人走这里是断然不敢上马的 因为本来这个炮开马 你上来这不就没跟了吗 其实他是引对方去吃 一进足 这边拱着狙 打着狙 那红方就要丢个狙了 红方这时候不上当 他把马跳出去 准备冲兵 继续威胁 黑方自然就炮二平三 因为红方这个炮是没有跟的 所以他不能冲 那么红方呢 他先飞向 这时候看你怎么走 引你冲过来 他是有一个狙二平七杀过来威胁你 那这边呢 吃着炮 这边吃着马 那这个狙一单一过来 就没有了近七足啊 威胁双军手段 那你的子都放在对方嘴里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黑方呢 先忍一忍啊 退一步 这儿的话 红方选择是进炮 有点操之过急啊 这个棋应该走的是炮退一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将来黑方这里有一个套路 想困狙 红方呢 必须上马才行 如果说你选择平均 盯住马 他刚好就打狙 这个棋走得很巧 黑方可以通过不变 利用规则让红方变 但是红方这时候 他又不能去变 因为黑方下不棋啊 他进足一拱鞠 打着鞠 红方就危险 你这棋一变就亏 你不变的话 他就这么走 最终你规则肯定要红方变招 所以红方这个棋鞠就受困了 就会出问题 所以红方是临场被这个棋给吓住了 其实呢 红方这时候呢 可以马都行八 不要去吃马 对方如果打 这个鞠呢 其实可以退回来 你再冲的话 他这边呢 其实可以吃掉你的 你打掉的话 他先给你一将 你还顾不上下底线逃跑 你只有相 然后呢 这儿把你都给吃掉了 所以这栋棋啊 红方是三度贵边 这边黑方压力比较大 反而红方好下 所以呢 这栋棋啊 推炮是可战的 关键是这个马 一定要上去把鞠封住 不要贪心去吃对方的马 鞠就不会受困 那么这儿的话 临场 红方是进炮了 这个棋啊 刘备啊 要攻打东吴 结果呢 被陆迅啊 平鞠脱身啊 棋一个子之后 要退炮 继续贯彻 进足困鞠 眼看这边呢 抓着鞠 这边打着鞠啊 就危险了 红方的不甘心啊 就填进去了 这儿黑方 其实还是可以冲 因为你如果进 他会买一彩鞠啊 将来这里打着鞠啊 你就危险了 所以临场的话 走到这儿啊 必然要得子的 但是临场黑方呢 他没有得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陆迅啊 他遇到了 诸葛亮的老丈人啊 黄承炎 结果呢 人家啊 这个老人家心善啊 就不愿意啊 伤害这个东吴大将 就放了他一马 本来进足得子 结果到这儿 双方就打胜平手 接下来这起呢 一彩鞠啊 这儿的话 最终是把对方 这个马吃掉了 那红方赶紧补个室啊 年龄把汗 黑方呢 平居准备呢 强行过足 红方呢 掌居是希望呢 可以吃对方啊 利用他 不掉黑方并没有去冲足啊 是用炮打出来 糊口巴牙 那么这儿相当于 抢了一个足啊 那红方想吃回这个子啊 暂时不可能 红方进炮 想要抢弓啊 黑方进足 那么这里的话 红方退 继续吃啊 黑方就上马了 关键红方正马上不去 黑方呢 行驶呢 就比较有力 接下来红方呢 赶紧吃足啊 黑方就蹬进来 不给他冰三斤的机会 那么这儿的话 放中炮 继续想去围这个马 黑方他也不怕 因为你过来吃马的时候 他可以抛自平二 底下威胁你 你还得过来 等于白走 所以红方到这里就犹豫了啊 正常可以抢一个足在说 因为你把边足一吃 对方肯定不敢甩炮 否则僵死了 所以这边是先手啊 这个棋合战 那么旧平六 走了这么一步 还手之后啊 看似吃双 结果呢 被人家一个甩炮 底下利用 你再走这一步 他走跑二平三 这个棋呢 位置不一样了 那么现在 你要直接去吃的话 将来这个棋啊 他总是有一个退居吃炮 还有一个甩炮 底下门弓 你是有顾忌的 那么你要是先吃这个足 人家先抓你炮了 你再吃过来的时候呢 他就简单踩箱就可以了 你不能打相拒啊 所以最终这个棋的话 换掉之后 他是狙炮足 你是狙马缺相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呢 这个棋 红方临场决定穿僵 黑方也就撤回去了 到这以后呢 红方开始打马 希望把他赶走 这马就上去了 但是呢 但是呢 黑方他小碎冲 这儿他不走 你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尴尬了 你像也不敢像 因为他狙吃马 你虽然飞像 他就砍掉你 虽然你退回 也可以吃掉对方 看着要得子 其实呢 足舞鸡你根本来不及 因为底下叫着门弓呀 等你像掉之后呢 他这边一踩 不但这边将军抽狙 底下门弓还吃着炮 这边还非有狙马冷招杀气 所以这个气啊 防不胜防 太狠了 所以呢到这里 不敢去向他 退居呢 想把这个组吃掉 黑方瞬间气死 这个气确实是一二年大 把马先逼退 继续把象砍掉追杀 虹方平居不得已 黑方居无退役 至此局面 虽然虹方多子 但黑方这两个族呀 对虹方这个老帅 形成围困之势 这马也用不上劲 所以现在居也不能动 马也上不去 就一个单炮 其实就等着输了 到这儿 虹方不甘心呀 平炮过来 准备了退炮打军 黑方的话 他就进炮 这儿的话 你现在退回 他这里就下足 没有办法呀 炮帅开 想去吃边族 其实也是没用 他这儿的话 吃掉边兵 根本不给你机会 然后呢 再抓你一下 把你赶走之后呢 继续放中居 到这儿 这个期就非常尴尬了 虹方上马 黑方小足又过了 你看着足还不能吃 底线门工 所以虹方 毫不容易要上马 眼看一踩鞠有点机会 黑方呢 这个时候 直接就平足共鞠 根本不给你任何机会 因为你敢上马的话 他马上就退鞠抓你 吃着鞠 吃着马 你肯定要丢 但这样的话 你要是不走 你只能说是退回了 等你撤回以后呢 黑方顺势就放中炮 一招神龙百味 锁定乾坤 抽着你鞠 就出平过来 你不能吃 吃了马没了 你看着准备吃的时候 又下一个足 这儿你不吃也不行了 吃完之后呢 有一个平足杀棋 你还不能落室 落室拱文将进不去了 在这棋你非打不可 换完之后 这个鞠炮足呀 对你单鞠 肯定守不住 光亮到这里就认了 这盘棋 寻尚获胜 这盘棋将结是寻河炮 这是五阳碑的第四轮 红方刘大华 黑方是谭明 开局是中炮 对平风马 红方寻河炮 黑方如果强硬一点 可以封鞠 但这路棋比较尖锐 那黑方 作为一个老式变化 就是飞向 这儿就让你鞠出来 全面给你交代功力 这里出鞠 他也是出鞠 黑方准备鞠过来 威胁马 红方顶住无让 黑方进炮 一招两用 又把鞠封在家里 出不去 而且的话 还牵住对方河口 随时可以出三金 红方拆炮 先把鞠赶走 就是为飞向做准备 这儿的话 黑方仍然是足三金 除了足三金之外 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先退这个炮 将来的话 再足三金 这个马 要是可以推到边线去 这路棋 黑方还是比较有力 那么先冲也可以 红方这儿直接一吃 黑方得子 红方就对掉鞠 然后弃子夺势 黑方在这儿 也只能推过鞠马 接下来红方就快速出鞠 黑方就足五金一 那红方就平过来 准备往下冲 这个很厉害 黑方这时候 足五金一是关键 他的目的主要是抢先发难 如果你兵五金 我就打一将 这边就满意了 那么如果说 你要是正常采炮 他就不要了 他有一个 狙八金二 反正你的马 跳不过去 他有炮 你想挂就肯定不行 你就踩掉 他狙杀过来 你的兵之后 强占了点位 还吃着炮 你不是这个足宝珠了 平过来之后 下来再威胁你的兵 吃你的马 欺负你 所以呢 这度骑啊 黑方可以弃子 反夺主动 那红方肯定不肯 他就一耳头皮往里切 这儿就是保住兵不丢 黑方呢 这个足在这里 吃还是不吃呢 也是较为尴尬 所以他选择上马 那么这度骑啊 就是说 这个兵给你吃 将来通过马踩兵 踩中兵 你在过河的话 他在回马踩炮 不断去利用你 就是人多欺负很少 一旦把这个兵线打通之后啊 这个G8进五过来 就可以呢 反可为主了 局面占优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啊 那 红方不管他 红方选择是 直接把G点过去 他的意思就在于呢 我将来这个兵六精英要冲杀 现在这个棋 还没有打通兵线 你G发挥不了作用 你过来也没用 他这边太厉害了 这儿黑方是进了两步啊 他是想回马把兵吃掉 这样滑地球稳健 那黑方这个棋啊 想对此不可能啊 红方硬拼过来 这边要杀底势 黑方下出了推炮啊 这个棋也有意思 红方不能急于上马 因为黑方可以对G啊 吃完之后呢 这个棋刚好可以结尾 虽然你可以吃一个马 但是你这个马一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啊 推卧行马你就回不来了 然后呢你现在平炮想去支援的时候 他会先走一个炮二进二牵住你 因为这时候炮牵住马炮啊 你走炮马要丢 所以你不能动的情况下 你这个炮就不能过来支援自己的马 将来他这个马吃完兵之后呀 只要下到马四进二 硬是把这个马先骑后去吃回了 他还是多子 所以红方这队起啊 没有用的 那么这儿就吃掉啊 黑方也就选择把马跳出来 红方再冲啊 黑方就上 这儿一切炮他是为了上马 将来打向杀底势啊 来一个连杀啊 三子归鞭硬填死了 所以这个三子归鞭呀 下底炮太厉害了 非有杀招 黑方呢顶住就不让 这里红方平兵隔断啊 不让对方 鞭过来 黑方先不是在说 红方暂时呢 也没有必要冲下去 因为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把人家鞭给放过去 那不行 红方呢 继续回来 抓马 黑方就过足 这个棋主要是让你向掉啊 鞭八进一 把你的重兵吃掉 然后釜底抽薪 所以这样就不行 那么这儿红方上马 主要是卧槽 将军吃热炮叫杀 黑方这个谁啊 哪怕想看也看不住 兵在这里 怎么办呢 他选择的招法是后炮平武 直接把中兵给打了 这个有意思 就把你将将军啊 他出去 再将他电炮 所以红方得先吃掉之后啊 骗对方一吃 再将军叫杀 那么黑方也就吃了 这个棋 你将他出去 你再将的话 人家可以填炮 这是一个庙述 可以解围 过河粗啊 他已经看住炮了 所以呢 这个棋 红方先进炮 把鞠赶走 黑方就鞠五进一 必要说还可以对鞠了 到这儿 黑方这个棋啊 应该会是比较满意了 那么红方现在将战是没用 他先把鞠拿过来 这个棋就是你鞠现在不能过来 他马在这里啊 他下不将你 那黑方还是贯彻 拼炮啊 就可以解围了 到这儿以后 红方是推炮回来 其实红方暂时 就攻不动了 那红方不妨选择推炮回来 就是炮击推二啊 把这个足小调 比较稳妥一些 哪怕对方看 必要时候呢 这马就上了 然后呢 这个鞠一退 就可以用向 用炮同时去做这个足 肯定能吃回这个子啊 所以推炮 吃足比较稳 临场他炮击退伍啊 这退段远了 这样的话 这个棋 黑方就上啊 那红方呢 就想对鞠 减轻压力 黑方也接受了 因为换了之后啊 黑方他进多一个过河足 红方也就是干亏 所以的话 他就平炮啊 抢足 到这儿 其实红方做好 是求和的准备 黑方呢 抢先吃一个啊 打着马 吃完之后呢 他又吃一个啊 虽然丢了过河足 但是他吃掉你两个兵啊 然后呢 不让你打他的足 黑方现在还是净多双足 所以黑方没占优 红方呢 想吃啊 黑方就不肯 那么这儿的话 你要是飞向 穿越江 又跟住你了 你还是吃不到啊 这儿给你打持久战 那红方没有办法 他上马 黑方也上啊 红方把射不起来 避免窝藏马 这儿的话 黑方就过足 红方平炮 黑方出将 这个老将一出呀 他是有一个马都进八啊 这边千里炮不让动 那么红方就先进炮啊 你上来就打掉你 那红方啊 这棋呢 想换子 黑方不着急 他先知个事 这个棋就是把对方马引开 然后自己的马可以跳过来 啊 这么一个偷杀 红方呢 不吃其实也是作业待毙啊 这儿就吃掉了 黑方就钻进来 你现在不能打马 叫杀着呢 所以在这儿必须得直视 啊 这里一会退回一蹬 就要去踩马 那红方正常退回 这里黑方也就上马抓双啊 现在还踩着马关键 你非换不可 换掉之后呢 这个棋啊 讲话局势 那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没有办法 黑方啊 围城准备过来去 威胁炮啊 红方先把事拉回来 这样的话 这个棋 他是想上马 将军抽马 黑方就躲进去了 因为他多两个族啊 到这儿其实呢 红方已然是 没什么好位置了 接下这棋啊 就被黑方摁住了 到这儿 其实也是难免一败啊 红方不甘心啊 偷杀啊 然后对方逃跑 将军的话暂时也没用 到这儿马后炮 人家出来啊 不上 这样的话 你再将他有兴趣 还是没用啊 这里应该说 黑方啊 已经解除了自己的危险 现在就开始进攻了 这儿的话 一将是他英手啊 这个足就过来了 他是准备往下冲啊 但是红方想 趁着对方啊 没下来之前 你一下我推炮 牵住你 那黑方不敢 他看住啊 不着急 红方一出 黑方平足 要拱双 那这儿的话 打掉想去呢 来一个一炮换双 结果黑方这棋并没有踩炮 而是走的一步平足 此之一出呀 你又不能上马去看自己的炮 就是巷口 所以呢 你肯定要丢一个子 而且这个足还没吃掉 那这儿的话 其实也就不再纠缠 像刚才这个棋啊 就正常把这个炮踩掉啊 对方向掉 那你单马想要守核 这个马炮 还是很难的 他主要是想利用对方一个单式啊 如果是双式肯定赢 单式的话 他不好赢 所以已经下很顽强了 只不过黑方没有给他机会而已 一招平足呀 那就分出了胜负 到这里的话 他明获胜 就会双式肯定赢